- 给他们一个假! - 是的!我们给刚才看到那些孩子们的一个新家,因为他们之前四餐在家中各处,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把他们全员找到齐,都要花非常多时间。 - 就是超级美效率的人生! - 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 三层腿车! -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说明书啊,其实里面内容的步骤都画得非常详细。 - 这种自己DIY的家具,或是玩具,真的是非常好有胃口。 - 偶尔来动手做一下,也会非常有成功感。 - 而且其实现在的设计都还蛮亲民,不用花你太多的时间,也不是太难就可以完成。 - 这个三层腿车呢,它其实蛮人性化的,像中间这一层呢,你可以调整它的高度来配合你要摆放的部分。 - 那你有想好要怎么分配你文具们的房间吗? - 我想这个三楼呢,可能会放一些像是笔之类的用品。 - 因为它的应用机会是比较高的,那放在这个三楼啊,我也会比较好方便拿取。 - 不过笔的种类的话,要是很多,我们就可以再贴它们做一些隔板啊,或是拿一些漂亮的小盒子,把它们区隔开来做分类。 - 好,那接下来第二层呢,我想放的是一些书本和纸张类的用品。 - 这类的东西要方便拿取的话,真的是要好好摆,因为我就常常要找一本书啊,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翻到有点像战队类的地方。 - 那我们可以先按照它们的不同的种类还有大小来做个区分,最后再用成一个比较方便去辨识的方式来摆放。 - 然后再用成一个比较方便去辨识的方式来摆放。 - 然后再用成一个比较方便去辨识的方式来摆放。 - 然后再用成一个比较方便去辨识的方式来摆放。 - 那最后一层是要放一些小杂碎门吗? - 哦,不是,最后一层是要放一些比较中大型的用具。 - 哦,这类型的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只会在特定时间用到,但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遮风比例的加。 - 那像这些不常使用的东西,平常是更要好好的来收纳它们。 - 这样你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你就可以节省很多寻找的时间。 - 我们已经把这些搜刮出来的文具和用品们全部都整理好了。 - 虽然其实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法兰在游泳推车,但是整理起来还是非常的清爽。 - 说不定它们真的是同款,但是呢我们是把它做一个工具车的用途。 - 但我觉得是蛮可以的啦,虽然要花一点点的时间,但它真的不难组装,人人都可以试试看。 - 平常可以偶尔花一些时间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文具或是一些生活用品们,再把它收纳成一个美好的样子。 - 这个过程也非常疗愈。 - 大家赶快去试试看吧! - 大家赶快去试试看吧! - 你有觉得很像万麻奔腾的声音吗? - 我觉得这是... - 听不意思吗? - 收纳系列第二代,也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后也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收纳方式。 - 如果您有自己独门的收纳方式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哦! 订阅按赞再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是童号 YO 好大家拜拜